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调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跟你说说这个调料 调料是指人们用来调制食品的辅助用品 我们说的涮羊肉调料 是把芝麻酱 韭菜花 腐乳 酱油等多种调料对在一起 所调制成的一种酱料 与羊肉配合在一起食用 口感丰富 味道极佳 调料 means seasoning condiments or herbs and spices used to make something taste better 这就是调料 哎呀 这个吃着麻酱 涮的涮羊肉 我一直在想如果能多点什么腐乳啊 葱花就更好了 我平时可爱放各种各样的调料了 我们今天也准备调料了 有吗 有啊 哎呦 葛老三都准备好了 好 要不我去准备吧 等于这个地调中国人和一个中国通 我靠靠你们能不能猜我放的是什么调料 没问题啊 可以啊 小意思 葛老三现场出难题 考验两位主持人能否吃出各种调料的味道 不知道现在看上去自信满满的两位主持人 待会儿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你好 中国的这个导演特别残忍 他把调料上了以后就把我们的锅给拿走 所以我们只能是尝尝这些调料了 而且还挺全的 有这个酒花酱 有腐乳 这个应该是醋 这里还有酱油 有辣椒油 有香菜末 有小葱末 还有麻酱 但是这些我们要怎么吃呢 你看我都准备好了 其实你们俩要把眼睛给蒙住了 真有心计 然后我自己来给你们两位跳这个调料 你给我们跳 对 你们有什么忌口吧 少放香菜 这个除了这些我什么都吃 好 都准备好了 我还是 稍稍吃一点 还是拿手指 尤其是马宁老师 调料终于做好了 两位主持人的味觉大比拼正式开始 你已经调得很均匀了吗 你已经调得很均匀了吗 我们东西 我这个一定有腐乳 还有酱油 没错 这咋对两样了 你继续 还有吗 你先说好不好吃 好咸 倒是没尝出辣味 没有放辣味 醋应该有一点点 大牛 嗯 我觉得有 酱油 香菜 跟辣椒油 跟醋 有别的东西吗 没有吧 有香油 辣椒油 这是辣椒油 是吧 那太好了 大牛不愧是地道的中国通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答对了 放入碗中的四种调料 而马宁也紧随其后成功猜出全部调料的名称 最后让我们和主持人一起复习一下这些调料的名字吧 再巩固一下这些调料让大家印象更深刻 对 对 对 这些是牡丹籽油 这些调料 辣椒油 这个是酱油 这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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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菜脆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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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香双 对 如果你在菜单上看到酱豆腐 也就知道是腐乳 你觉得这个小二调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小二太贴心了 规避了我不敢吃的东西 如果是你肯定得给我来一碗香菜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学的词汇 第一个是蒜羊肉 第二个是调料 这些都是调料 大家记住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